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谢谢我有道理 这个名字好 来试一下 因为咱们做的鸡蛋鲜下壶它是没有乌化的 所以咱们必须得带上散泡 去把鱼诱进来 散泡像我用的是一个黄斗的粉味 水比1比0.5 我现在先不带钩子 先把散泡裹在铅皮上面 出个20干左右 先做窝子 调票要时间 先把窝子做了 早上再来调票 现在请出我们的鸡蛋鲜下壶 昨天现做的 放在冰箱里保鲜的 就这样子 我现在把它倒出来 直接就可以用了 先倒个一半就好了 大家想知道怎么做的话 可以看我们上一条视频 这个便宜 实惠 今天就开效果了 今天这个丝很小了 轻一点 偷驴的话 这个船门比较太大 这个很轻啊 我刚刚是调到了10亩 两个钩子的重量是4亩 也就是6亩 我现在你看 下行灰层非常慢 你看我带到几分 这个时候就是说 你用这种轻的 接口了 正月口 接口了 你用这种轻的 就是因为它里面是加了一些 那个水母粉嘛 然后打了水的 就是虾子已经打成浆了 那么剩下水母粉的这一点点 就下行的速度非常轻 而且要比重轻 那么你就抓这种形成的这种鱼的时候 就好掉了 越轻它越好入口 对 而要轻它吸一下就进嘴了 再一个它下行的时候呢 因为它本身就很轻嘛 这个钩子 这个浮飘的 你就看到这个慢慢慢慢慢慢的下去 你如果耳料中 它可能就走下去了 你就跟不上 接不到了 所以这个轻比重的耳料呢 你掉这种形成 它的效果就非常好 Ü 你看这看一下 小点灯 拆一个小点灯 豆了凉虾 痘有两下 嗯 你看这 实际上这种 为什么用这种水母状态粉来做这个虾滑 因为它这个下水了之后 它就跟棉碎一样 又轻 然后状态又好 你如果用这种虾耳 直接开了纯的虾耳 它拉到沟上面 就是一团一团的虾 你看它这个 就这种很丝滑 很丝滑的这种 有絮状物 然后又轻 然后味道 就全部是这种虾耳鸡蛋的鲜味 浓入到这里面去了 稍微一张嘴就吸进去了 对 小盾口 对 现在这口真的很轻啊 很轻 这口大了 这口大啊 嗯 嗯 哦 飘的这个味道 还挺反异的 这口大了 嗯 嗯 嗯 节奏来喽 咸肉 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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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耳用的怎么样感觉 这个耳用起来还是比较舒服 因为它这个拉的时候 它也比较好拉 拿手上也好拿 如果有一个强刺盆的话 直接这样刮一下 那就更方便了 但是有几个问题 像这种耳朵 咱们拿出来的时候 一份耳你不要全部拿出来 你用多少拿多少 因为你手上的水拿来拿去的话 里面的味道它就会变得很淡 你宁愿把前面的耳用掉了之后 后面再加 这样就实时能够保持这个耳料的新鲜 还有一个 如果像我们这个散泡是这种黄色的 我建议大家还是把它调成红色的是最好的 更加明显一点 对这样的话 这个散泡下去 它这个里面有红色的 它颜色会更加鲜艳一些 也能够更加吸引这个鱼的注意力 像这样如果混到一起的话 就是你得在这个散泡雾化完了之后 鱼才有可能会发现这个耳料 所以它就是在钓的过程当中 肯定是红色的会更加好一些 我感觉给口还是蛮迅速的 对 它给口很干脆 虽然有时候这种口很小 就是轻轻地点一下 但是它都是进口的信号 轻轻点一下都是进口信号 因为它毕竟比重比较轻 对对对对 它这个下面这个续状的 它吸一下就进去了 就是咱们在正吊的时候 可以用那种虾滑 就是用虾入比较多的这种虾耳 那么这种偷驴的时候 或者说冬天清口的时候 就可以调一下 用这个水母状态粉 把它的状态调得更好一些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